我是Peggy,她是康康 这里是我们跟三只猫咪一起住的家 假日我们很喜欢走向大自然 如果平日也能享受像在山里一样的日子 我想一定很疗愈 找房的过程中刚好看见这间毛胚屋 可以不受原本格局限制 就把公共区域完全开放 隔出两房外加一间专属我的小书房 我们很喜欢大自然不经修饰的氛围 用了很多木头材质与矿物涂料 挑选造型细长的绿色瓷砖 长红玻璃与木柱 去拉长视觉感受外 也像树木助立在家中 康康哈偏好冷色调 但我喜欢暖色调 最后墙面挑了我们都能接受的沙色 我们不去局限公共空间使用方式 设计了弧形的卧榻 随性的坐在上面 我觉得它是一座座安全的岛屿 安静的等待着我们每次旅行回来 这个家没有太制式的摆放家具 弹性的放几张椅子 任意调整方向 跟在大自然里扎营一样 这盏PH5吊灯定毛在客厅的中心 朋友来自然的围在一起聊天 有了新的厨房 也会开始研究料理 当初跟设计师说想要使用花砖 他就帮我不规则的铺在厨房地板 我们陆陆续续去老建店选购了餐椅回来 每一把都是精挑戏选出来的 也很搭这组设计师特别定制的餐桌 这间书房就像一个开放又独立的小树屋 偶尔我在做宠物沟通或是静坐时 猫咪也会待在这里陪我 搬进来前我们有断舍离 想趁着机会学习把生活简单化 收纳集中规划在走廊侧边 摆放一些猫饲料跟日用品 因为大多时间都待在客餐厅 主卧室就从简规划 猫咪很喜欢待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计床 浴室挑选了水磨石的造型 延续风格 墙面也局部搭配长型瓷砖 这里的五金都是挑选康康喜欢的配色 很享受大家相聚的时光 不一定要局限在山里 现在在家里也能拥有完全的平静跟坦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